各位,上次說到蕭峰,看伯段正純會被馬夫人降山咬死,於是就靜靜頂穿泥牆,禁著段正純杯梅,輸送耐力給他,又幫他扯斷了手腳的牛筋繩。 但是與此同時,馬夫人到訪門那堂門簾,也被人揭起,有個人走出來,就大聲說馬夫人, 康敏,你對他死產舊情未斷,是不是?因為事知知著著,這麼久都未搞定他。 小風隔著窗門外面,看到那個人,不望猶自可,一望又怕又生氣。 馬上在頭腦中存在的好好多多疑團,一起解開散。 馬夫人那天在無錫行止臨道,拿了自己那把接線出來,誣蔑說他去馬家偷書信時跌倒。 這把接線馬夫人在哪裏得來的呢?如果被人偷的,就事必是和自己走得很密的人, 即是誰呢?還有,指定是揭丹人這件大秘密,隱瞞了這麼多年,有什麼事又突然間翻出來。 還有,阿主喬莊假扮白細鏡,本來是天衣無縫的,馬夫人又靠什麼識穿了呢? 原來,走進房間來的,居然是刻意幫我執法長老白細鏡。 馬夫人一見到他,又驚,之後馬上說,是那個臭鬼段正純,他武功未失,碰了穴道。 好啊!白細鏡一飆飆過去,捉著段正純雙手,咚咚! 兩聲就咬斷了那些手腕骨。段正純是沒有力抗拒的,為什麼呢? 事關燒風先頭輸入他體內的真氣耐力,只可以維持一陣間。 那燒風一縮回頭,他又成了個廢人。 燒風見到白細鏡之後,一剎吶之間,屍湧如潮。 他想不到再出手去相幫段正純,同時也想不到白細鏡居然會立刻落毒手。 等到他驚醒的時候,段正純兩隻手腕骨都斷了。 他想,是,段正純風流好息,今天等他受多些苦也好。 不過看在阿豬份上,到最最後,我怎樣都要救他。 這時聽見女頭白細鏡就說, 成段的,看不出你都幾洗得。 仙頭吃了十香迷雲散,還剩下三情功夫。 段正純雖然不知道場外邊伸手來幫自己的人是誰, 不過想到這個人都很有本事了。 面前雖然多了個強敵, 不過有人在後面撐腰,心也不是很害怕。 那麼聽白細鏡的口氣呢? 是不知道有人在幫自己的。 於是他就問, 蛤?你是黑衣幫中的長老啊? 什麼我不認識你呢? 為什麼你一出手就這麼狼胎啊? 咬斷我的手腕骨。 白細鏡就沒有理他, 走到馬夫人身邊, 就在他腰骨上推拿了幾下。 但是段氏的一揚子點月功夫極為神妙。 白細鏡雖然武功不差, 直到沒辦法解開馬夫人的穴道, 她就皺了眉頭說, 哎呀, 空文啊, 你見怎樣啊? 語氣之中就很肉赤, 很關心。 只見馬夫人就說, 啊, 你, 我手軟腳軟, 不動得咯。 細鏡啊, 你快點收拾了個壞人, 我們走了, 這間屋, 這間屋, 我真是不想留多一陣啊。 段氏上突然間放聲大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康文, 你, 你, 你為什麼這麼無性啊? 馬夫人就說了, 馬夫人就說了, 怨氣, 哎呀, 死到臨頭了, 你還笑得這麼開心呢? 白細鏡, 白細鏡就吞著臉上, 冤氣, 冤氣, 看你呀, 叫得鬼那麼骨鼻, 你這個賤人, 啪, 嗨聲, 禮手一巴, 就蓋上馬夫人那裡, 哎呀, 蓋上馬夫人白雪雪的臉上, 當堂一邊紅一邊白, 一邊肥一邊瘦, 段精神反而看不過眼, 停手, 你為什麼打他呀? 白細鏡就說了, 哈哈哈哈哈哈, 用什麼你這麼諸事啊? 他是我的人, 我喜歡打就打, 喜歡罵就罵, 段精神就說了, 哎呀, 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 難為你打得下手啊, 他就算是你的人, 你們應該低聲下氣, 哄他開心才是呀, 馬夫人呀, 禮了白細鏡一眼說了, 哎呀, 細鏡呀, 你聽聽人家怎麼對我的, 你又怎麼對我的, 你都不怕醜的, 啊, 他照樣說得那麼嘴, 白細鏡又罵了, 哎呀, 你這個淫婦呀, 我不炮製你就跟你玩鞋了, 段精神, 我不會聽你的的, 哈哈哈哈, 你這麼會哄女人呀, 為什麼這個淫婦又來害你呀? 好了好了, 不說那麼多,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周年幾日, 講完就走上一步, 伸手就要推, 插在段精神心口那把匕首, 哄風手掌就伸進場洞裡, 撐得緊的, 只要白細鏡再走近半步, 就馬上發掌風去推他, 就在這件事, 失驚無神, 房門口的堂門臉呢, 被一陣勁風吹起, 接著, 兩支蠟燭呢, 吹色光了, 房間就當堂黑咪媽了, 哎呀, 馬夫人驚叫一聲, 白細鏡知道來了敵人了, 這時, 他不夠時間去殺段精神, 刑敵緊要, 閉嘴, 接著, 商長護著前胸, 凌轉身先, 那吹色蠟燭那陣勁風, 擺明是一個武功極高的人發出來的, 但是, 吹色了蠟燭之後, 接著什麼動靜都沒有了, 白細鏡, 段精神, 馬夫人, 蕭鋒地四個, 就傻傻地站著, 隱隱約約, 見到房門口多了一個人, 馬夫人第一個沉著氣, 哎呀, 有人, 有人呀! 只見, 真是有個人, 站正在房門口, 那個人雙手下垂, 樣子就看不得多清楚了, 只站在那裡動都不動, 一股慘的樣子, 白細鏡就渴過去了, 是誰呀! 這樣, 接著向前撼出一步, 那個人不出聲, 又不動, 白細鏡又渴過去了, 你再不出聲, 我就不客氣了! 哈哈! 他從對方撲飾蠟燭的掌力之中, 知道這個人武功交關, 就不敢貿然出手, 那個人照樣是不動, 黑暗之中, 就更加顯得鬼氣深深了, 段正淳和蕭峰見到這個人這樣, 就各人都起了疑心了, 這個人武功這麼厲害, 是誰來呢? 馬夫人就發了馬功, 慢著叫白細鏡先點蠟燭, 我好害怕呀! 白細鏡就說, 哎呀! 你這個淫婦, 不要在這裡亂說話呀! 這時候, 如果他轉身點蠟燭, 即時就將背煤讓給了敵人, 他相掌護著前空, 要等對方動手先, 哎呀! 怎知道那個人始終都不動, 兩個人這樣面對著, 幾乎有燒了整煮香那麼久, 蕭峰當然不會出聲, 段正淳也不會說話, 四周圍呀! 正鷹鷹, 連雪花飄下來的聲音幾乎聽得見, 等下等下, 白細鏡就出之沉不住氣了, 嗯! 閣下既然不肯答我說話, 我就要得罪你了! 停了一會, 嗯! 看見地方照樣的洞督督站在那裡, 立刻就翻手, 從懷中拿出一把破甲鋼鋅, 一飄過去! 黑暗中, 清光閃動, 鋼鋅就跟著那個人的胸口, 那人, 啪! 邪身一閃, 就讓開了, 白細鏡過得一陣勁風直逼過來, 對方手指已經畫了自己頸喉, 嘩! 這一招來得很快, 自己降了也未曾收回後, 然後, 敵人手指尖已經碰到頸喉, 那一來, 真是嚇到他鼻孔都沒有肉, 嘩! 連網跳開,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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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請到他的聲音都很震驚, 他害怕, 也不是對方武功高強, 而是先頭那個人所出的招數, 竟然都是鎖喉琴拿手! 這門功夫是馬大元的家傳絕技, 除了馬家子弟之外, 沒有人會債助, 白細鏡跟馬大元做了很多年老友, 一看就知道對方的武功加素。 這時白細鏡背脊飄了一身冷汗,定眼望過去。 戰過人身材很高,跟馬大元一樣,可惜黑暗之中看不清他的樣子。 個人照樣不動,不開聲,陰森森一身詭氣。 白細鏡這時覺得那條頸那麼痛,想死當然被人手指甲划損了。 他鼎鼎神就問,你,你是不是姓馬? 個人好像借了龍耳鎮的耳,沒有來反應。 白細鏡叫馬夫人快點著蠟燭,馬夫人就說, 哎呀,細鏡呀,我不動得呀,你去碰啦。 哎呀,好驚呀。 白細鏡哪裏夠膽隨便動呀? 他又想了,對方的武功明明高過我的。 我要救段精順,就不用等其他人來幫他。 為什麼一朝之後,不再追擊呢? 這樣他又靜靜等了很久。 白細鏡突然之間就覺察到一件怪事了。 什麼怪事呢? 他覺得房裡頭,雖然個個都不說話,不動動, 不過呼氣聲是有的。 馬夫人的啦,段精順以及自己的。 但是,在對面站在門口那個人, 就好像不用呼氣那樣,嘀嘀聲都沒有。 白細鏡就特意收住呼吸,側耳仔靜靜地再聽一下。 那以他的耐力修為,就應該聽到屋裡頭任何人的呼氣聲。 但是對面那個人,真的不用呼氣的。 隔了很久很久,那個人都還沒有呼氣聲。 那如果是人來,就沒理由不呼氣的。 白細鏡這陣子聽到自己的心, 嘀嘀嘀嘀嘀,跳得越來越響。 後來,就快得太離開了。 他鏡再也忍不住了。 嘀嘀嘀嘀嘀嘀嘀,就破了那個人, 手中破甲了它,就是猛地放棄。 那個人左手一帶, 把白細鏡右手隔開, 跟著右手,跟著畫它的頸後。 白細鏡早就防得它會再用鎖喉琴拿手, 立即躲低頭,從人家的旁邊閃了過去,那個人又不追擊,不斷摸木,蹲著門口,不動。 白世傾舉起鋼蕊,就插他雙腳,那個人就直掛掛地向上一跳,嘩,聲避開。 馬夫人見到這個人身形僵直,跳起的時候連膝蓋都不彎,忍不住就彎,哎呀,僵屍啊,僵屍啊,僵屍啊。 聽見,嘩,聲,那個人很重地站在地上,白世傾,當堂起了雞皮,無管眼凍督站, 嘩,這個人如果是武學高手,跳起落地的時候的伸手怎麼會這麼倫盡啊?難道世間真的有僵屍啊? 他疾了一下,跟著又衝過去,嘩,嘩,嘩,破甲蕊三招都插上那個人下盤啊。 那個人膝蓋真的不會彎曲啊,一尾直不一跳跳來閃避,看來他連開步行都不會的。 白世鏡刺向左邊,那個人就跳向右邊,刺向右邊呢,他就跳向左邊。 嘩,白世鏡發現對手的弱點,心裡沒有那麼驚。 不過越來越覺得對方不是人,又刺了幾瘀,對方身發雖然倫倫盡盡, 知道自己幾下變化精妙的瘀法,始終都刺不到他。 突然之間,頸後邊有東西辣了一下,一隻凍冰冰的大手就摸到過來, 嘩,白世鏡大吃一驚,肺銳拼命反刺,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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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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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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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 白世驚就忍不住叫 江屎呀!江屎呀! 聲音淒泥可怕 那隻大手從他的額頭上一路慢慢摸下來 摸到他的雙眼,手指在他的眼蜜裡嗨嗨嗨嗨 哎呀!白世驚呀!被嚇到死死下的機會暈了 不過,對方的手指只會微微一用力,自己一對眼珠便會讓他滑出來 這隻冷手由一路向下移,摸到他的鼻子,再摸到他的下巴 不斷一串一串滑下去,後面就插著他的頸喉 兩隻冰冰冷冷的手指就夾著他的喉嚨,慢慢收緊 白世驚被嚇到魂飛天外,就拍散狗笑 大元兄弟呀!要命!要命呀! 馬夫人聽聞,尖聲大叫 你…你說甚麼話?白世驚,你說甚麼話? 白世驚就說了 哎呀!大元兄弟呀!大元兄弟! 你…覺真是那個賤婦有雖然自己指出主意 漢…是他比我做的,無關…不關我事呀! 馬夫人呀一聽,返便公氣氣了 是…是我予出主意又怎樣呢? 馬大元,你這條廢柵,就算你死了,又作得什麼犯?老娘不怕你! 白世鏡覺得自己先頭出聲推卸罪責的時候,頸頭鬱到的兩隻手指鬆開了些 現在自己一閉嘴,冰冷的手指又似慢慢夾緊,放得老爸姓什麼都忘記了 聽見馬夫人叫那個人做馬大元,就更認定這個怪物就是馬大元的殭屍了 大元兄弟,你用命!是你老婆偷看了汪幫主的遺令,再三勸你揭露 他知道喬風的身世秘密,你死都不肯,他這樣才起心害你 喬風在外邊聽到這樣,醒神啊!他才不信世間上有什麼鬼神 他猜到那個人,實是個武學名家,故意裝神扮鬼,令到白世鏡和馬夫人心中慌亂, 就乘機逼問他們兩個人的口供 果然白世鏡心力膠水,真是鬼魄後尾站這樣說出來 從他說話中聽來,馬大元是被他們兩個害死的,馬夫人是主謀 馬夫人所有謀殺親夫,起因就在於揭露自己的身世秘密 而馬大元不答應,馬夫人有什麼事這麼生我呢? 為何非要推倒我為止?他如果是為了想丈夫做幫主的,就不應該害死丈夫才是 你人家聽見,馬夫人就大聲叫了,馬大元!你來捏死我呀!你捏死我呀!我就是看不關你這個廢柴!你一點大事都答不起你!沒有答鬼! 嘩!只聽見,噗!聲響了一下,白世鏡頸喉滑,被捏碎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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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世鏡拼命掙扎了幾下,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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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了幾聲,索行幾口氣,知道那些氣吸不進胸口,手腳硬了幾下,就這麼大了,去了嚴羅黃雪做生日 那麼那個人捏死了白世鏡之後,就立即轉身,出去房門,即時間就無影無蹤 肖峰心想,這個人是誰呢?要先追上去查個明白時事,當時飄身船向前門,在白雪映照之下,一朝一常在東北國慢慢隱沒,反爲他眼力里 一眼看到,這個人生化得很快。 他忽低身,躺在腳邊的阿子肩頭,解開穴道, 心想,馬夫人不懂武功,阿子完全可以救回父親段正淳。 一時間他來不及,再幫阮聲竹、秦洪綿地解穴道, 賣開大埔就急急追那條所謂殭屍,發行力追了一排, 終於隔他十多丈遠,這人看得清楚些, 那個人果然是個武學高手來,到這時候, 他那兩隻腳就不再直筆地跳下跳下,而是腳步輕鬆, 喳喳聲,好像在樹上滑行一樣。 燒風的輕功,圓出燒臨,純屬陽光一派, 一大步邁出去,有成像這麼遠, 身子若在空中,又是一大步撈出去, 知識雖然不太瀟灑優雅,但一追,又追近了像嶺, 若莫跑去半煮香那麼久,前邊的人腳步突然加快, 好像一手順風順水的帆船,喳喳聲, 和蕭風之間相距又扯開了一圈。 蕭風見到就暗暗心驚, 嘩,這個人真是洗得,實在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手。 那又是,如果不是這樣的人物,又有什麼可能一動手, 就殺死了白勢鏡呢? 那蕭風是個武學奇才, 售業師傅、玄虎大師和汪幫主的武功已經夠高了, 他還清出於藍,遠遠勝過這兩位師傅。 任何一招平平無奇的招數到他手中, 自然而然就會發出巨大無比的威力。 熟悉的人都說這樣的武學天賦實在是與生俱來, 不是靠傳授或者苦學所能夠獲得的。 蕭風自己亦都說不出個所而言來, 只是覺得什麼招數一學就會,一會就精。 對敵時,自然而然有很多種巧妙的變化。 他生平看逢敵手, 這時見到人這麼高輕功, 幾大都要追上去。 各位,他又追不追得上呢? 如果是追上,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要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